熊熊烈焰包围住整栋建筑 还窜出滚滚浓烟 突然的爆炸也吓坏当场的民众 导致救火的消防员也跌坐在地 火警警报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 就升到了第二严重的等级 部分建物发生了结构性的坍塌 增加骚房弟兄的救火难度 起火炎晕目前还在深入调查 但不排除是因为工人在整修建物时 用火炬进行照明才会不胜尿贼